男人后背突然长出诡异毛刺 女友用手摸了摸 还非常扎手 他立马拿来剪刀 准备把毛刺剪下来 没想到毛刺居然比钢筋还要硬 纯体的钢刀差点薄费 好在最后终于成功剪掉 可男人的身体也发生了诡异的变化 他一口气就能拉一万次蛋糕 练习一天三夜都不嫌累 哭吃一拳 那百年木头瞬间瓦解 这一切反常的举动 让女友觉得男友有问题 他怀疑是那几根毛刺的问题 于是就偷偷拿着毛刺给专家化验 没想到这些毛刺居然是动物身上的 就在几天前 只好发明了一个传送机 他能将物体分解后 传送到另一台传送机里 再自动合成还原 随后女人脱下丝袜交给他 正好把丝袜放进传送机 然后启动开关 直接一道白光闪过 丝袜瞬间消失 下一秒就出现在另一台传送机里 还是那条丝袜 这太神奇了 随后又把一只肺肺放了进去 可结果却以失败告终 男人不甘心 进行改造升级 再次进行活体实验 没想到这次居然成功了 他立马开了香槟和女友庆祝 等安娜走后 他看着眼前活生生的沸沸 心里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居然要拿自己做实验 可他没注意到 关闭舱门的时候 一只苍蝇飞了进去 就这样两个生物同时被传送 当男人出来的时候 他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 于是就开始玩蛋纲 从一练习玩到十练习 他都不嫌累 一口气就能从一楼爬到88楼 可自己玩没意思 于是就来到一个酒吧 和一个500斤的胖子摆手腕 没想到竟直接将对方的手腕摆断 他本以为自己获得了超能力 但这天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男人轻轻一咬 指甲盖竟被他咬了下来 接着他又轻轻一挤 指甲缝还能喷出牛奶 他立即来到电脑前 查看自己被传送时的数据 结果让他大吃一惊 原来那天他被传送时 一只苍蝇飞了进去 因此他和苍蝇的基因融合了 也就是说过不了多久 男人就会变成一只苍蝇人 这天安娜来到男人家里 男人却衰老的厉害 脸上也长出了大大小小的脑包 样子十分吓人 女人想带他去看医生 却被男友拒绝了 因为他害怕自己的模样吓到别人 对此安娜十分伤心 之后每周就会给他送一次食物 而陈好的身体也在迅速进化 越来越像一只苍蝇 女人被吓得大惊失色 但更让他害怕的还在后面 这天他居然发现自己怀孕了 而且还是他和陈好的孩子 他心里明白这个孩子并不正常 于是独自来到医院 想把孩子拿掉 女人马上就要生了 可当孩子出来的那一刻 在场的所有人都被吓坏了 因为他生出来的 居然是一条粗大的虫子 女人大声尖叫 还好这只是一个梦 原来女人发现自己怀孕 但她的男友在一次意外中 和一只苍蝇的基因结合了 现在男友正在迅速计划 安娜害怕肚子里的孩子不正常 于是来到医院 准备拿掉孩子 这时男友突然破床而入 把女人抱走了 她满眼泪水地恳求女人 把孩子生下来 因为过不了多久 她就会激化成终极形态 或许会变成一只真正的苍蝇 安娜被她的真诚感动到 只能勉强答应 可男人把她带到家里 居然要把自己和女人畸形融合 或许这样 她就能重新变回正常人类 安娜吓得连连后腿 可男人去强行把她丢了进去 好在关键时刻 安娜的前男友赶到 哭吱一枪打断机器商的电线 而陈好那个传送机却没有停止 她居然和机器畸形了融合 此时的她已经没了人样 她用爪子抓住安娜手里的枪 让她了结自己 女人泪流满面 只听砰的一声 陈好彻底消失 或许这样男人才能真正解脱 食人鱼到底有多可怕 他们碰上男人的身体 夸夸地拼命啃食 即使男人有吃爷爷的力气 也无法抵挡数量众多的食人鱼 他们天性凶残 很快穿到男人脸上 大口大口地糟了起来 害怕得赶紧点赞关注 而这些食人鱼 其实是中国鲫鱼变异的结果 可怕的是他们还只是幼崽 成年后体长更有几十米 瞬间吞掉一个卡拉米 这天年轻轻轻的大爷 不小心掉进冰冷的水里 突然一个巨大身影快速游来 结果下一秒 大爷被食人鱼越拖越远 男人赶紧拿起武器 可还没来得及射击 大爷已经吃息 晚上食人鱼开始猎食 他竟然跳到了船上 我的天哪 咔嚓一下瞬间咬住男人 危急时刻 男人掏出新款S 不知打中食人鱼要害 这才逃过一劫 让人让人想不到的是 男人竟拿起纯铁的钢刀 割下食人鱼身上了五花肉 直接放在火堆上烧烤 这一幕把两个年轻女孩惊呆了 片刻后男人吃着一分熟的烤鱼 突然一条更大的食人鱼跳上岸 瞬间咬住男人小腿 众人健壮也不敢上去帮忙 很快食人鱼带着新鲜的盒饭 美滋滋的回家了 然而可怕的是 又有一条食人鱼跳上了岸 美女吓得赶紧往楼上爬去 还是被咬掉了双腿 更可怕的是食人鱼开始攻击木屋 巨大的冲击力 瞬间让木屋开始进水 并且快速下沉 危急时刻一艘快艇赶来 他们威胁村民去抓活的食人鱼 没想到刚下水 就被食人鱼发现 人们赶紧驾船逃跑 而食人鱼却不想放过他们 突然食人鱼一脚油门加速 男人咣当叼了下去 食人鱼还在后面紧追不舍 想把他们都变成零食 只好灵机一动 想用木匠干掉食人鱼 他们用尽全力敲开螺丝 眼看食人鱼越来越近 男人缠掉铁丝网 下一秒两人直接跳了下去 食人鱼撞向风扇 瞬间领了热乎的盒饭 另一边劫后余生的男人 还没来得及庆祝 一群小食人鱼夸夸地跳过来 直接开启资助模式 那么问题来了 食人鱼真的这么可怕吗 欢迎评论去留言 两团像猪肉一样的肉嘎大 没有任何骨头支撑 竟然插了一下 不费劲地粘了起来 之后突出花瓣形状的舌头 它们互相缠绕在一起 小心地试探着对方 然而科学家们不知道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物种 赶紧 很快两只生物 就产下一个培胎 它的生长速度惊人 仅仅过了3.14个小时 就长到了几百斤 水缸眼看就要撑到 女人把手伸进缸里 想要降低压力 却突然被培胎抓住 情急之下 陈浩赶紧打开排水阀 敲碎了缸化玻璃 滑坡保护膜后 此时一直像黏鱼一样的怪物 出现在它们的面前 男人拿起塑料盒 把怪物扣上 再压200斤的重物 这才控制住可怕的怪物 好容易把它装进实验箱里 可第二天 却发现怪物只剩下了空壳 正在它们蒙圈时 突然一直向烧鸡的怪物窜了出来 安娜为了接触怪物 直接把手套脱了 谁知怪物探出鸡脑袋 好奇地走到跟前 闻到是母亲的味道 正好害怕女人受到伤害 拿出铁棍对着怪物比比划滑 怪物瞬间变得非常暴躁 男人释放出麻醉气体 里面的烧鸡还没反应过来 就叭唧倒在地上 它们提取出怪物的细胞 发现它的细胞分裂极快 仅过一天 烧鸡就长成了小女孩的模样 而且智商贼高 还能拼出中文 安娜开心的像个亲妈一样 为了不让其他人发现 夫妻两人把女孩进行转移 而刚到地下室 就出现了意外 怪物开哨捂吐 甚至高烧到50度 而它们又不能去医院 只能试试物理降温 随后注满30度冷水 把女孩放进去 女孩被吓得拼命挣扎 呼吸越发困难 只好见状有了一个疯狂的想法 随后抓住女孩尾巴 直接把它安进了水里 没过一会儿就没了反应 怪物彻底死了 可让它们没想到的是 女孩又吐出气泡 在水里面呼吸 因为怪物死而复生 它们给怪物起名小美 三天后小美已经长成大姑娘 随后给女孩换个新房子 来到一个废弃的农场 女儿给小美准备了丰盛的晚餐 可小美却没有任何兴趣 她用小木块拼出两个字 想要出去 可安娜并不同意 没想到小美瞬间暴怒 把家里拆得稀巴烂 安娜掐住她的脖子 让小美赶紧安静下来 可怪物搜了一下 挑到窗户上 逃了出去 两人不放心一路找寻 这时小美脚下一滑 眼看就要摔西碎 可居然长出一堆翅膀 就在她要展翅高飞时 陈豪万分不舍 经过深情挽留 小美被感动的 紧紧抱住了男人 随后怪物喜欢上了陈豪 当女儿给怪物带来礼物时 小美的眼神露出胸光 当场用尾刺扎死了猫咪 女人气得给她一嘴巴 怪物竟然压住女人身体 用尾刺划着安娜的脖子 哭斥一下拽走了钥匙 可就在她以为自由时 安娜从背后 咔嚓一下砸去 当她醒来 已经躺在手术台上 尾刺已经被切除 等程豪赶来 女人已经带着尾刺离开 看着十分虚弱的人兽 男人腾在心里 用手轻轻抚摸她的脑袋 小美见状 一下扑进男人怀里 不知过了多久 正好被回来的安娜看到 画面太过下饭 女人边跑边吐 完事后的陈豪急忙解释 说这也是实验的一部分 女人骂了一天三夜后 最终还是原谅了陈豪 很快他们折返回农场 发现人兽小美抛在了水缸里 已经没有了呼吸 安娜悲痛欲绝 哭得比死的亲爹还要伤心 随后给人兽小美 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就在他们准备离开时 实验室的高管突然出现 让他们交出研究的新物种 这时一阵妖风刮了过来 高管却凭空消失 让人想不到的是 他竟被刮在树上领着盒饭 而人兽再次复活 变得更加可怕 搜了一下又带走一个同事 夫妇两人追到树林里 却不小心把手电掉进湖里 正在他打捞时 一股神秘力量 把男人直接拖了下去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安娜吓得大声呼救 诡异的是 男人居然又浮出水面 就在女人拉起陈豪上岸时 人兽竟然从水里钻了出来 安娜吓得撒腿就跑 然而人兽把他扑倒在地 看清了安娜的面容 做起了不可描述的事情 只好实在看不下去 举起木棍 刺穿了怪物的身体 女人趁机又石头猛砸 正当他犹豫时 人兽用灵活的尾刺 刺穿男人心脏 男人开心的领了核饭 安娜这才很下心 送人兽去了西北 画面一转 安娜已经怀孕 那么他将会生出个什么呢 感谢观看